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们今天来看畸形男孩通过自己的努力 被人们所接受的故事奇迹男孩 奥吉是一个十岁的男孩 除了头戴一个巨大的太空头盔外 他和其他的同龄孩子没有任何区别 头盔下隐藏的是因各种手术而伤痕累累的脸 头盔不仅完美地隐藏了奥吉脆弱自卑的内心 也成功地防止了奥吉的模样吓到别的孩子 奥吉没有上过学 他的所有知识都是妈妈在家教授给他的 然而家庭课堂已经无法满足他的成长需要了 奥吉需要学会如何同除了家人以外的人交流 在忧虑之中 妈妈将奥吉送入了一间公立学校里 第一天老师给他介绍了三个小伙伴 让他们带奥吉熟悉学校环境 然而其中一个学生对他脸上的伤疤表示了可怕 第二天奥吉便不愿意露脸继续戴着头盔上学 爸爸却希望他能展示最真实的自己 可是每个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 这让奥吉十分的煎熬 他巴不得万圣节早一点到来 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坐在一起 上体育课他被所有人用囚伐 上课的时候还被人取笑自己喜爱的角色 第一天就这么糟糕的过去了 奥吉回到家就戴上了头盔 直到吃饭也不愿意将他摘下 奥吉为自己拥有丑陋的外表而伤心 但在父母的安慰下 第二天他依旧去了学校 姐姐告诉他 别人要看就让他们看好了 虽然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好奇的看他 但奥吉已经能从容面对 并结识了灵桌的学渣杰克 就这样奥吉拥有了第一个朋友 奥吉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很快就到了奥吉期待许久的万圣节 他穿着精心准备的服装来到学校 想给杰克一个惊喜 却发现杰克在和同学议论他 原来杰克会和他玩是老师的安排 听到一切的奥吉十分难过地回了家 虽然为了维护奥吉敏感脆弱的心 父母总是忽视了姐姐 但姐姐看到奥吉伤心 还是穿上自己精心准备的服装安慰他 第二天奥吉来到学校 毫不知情的杰克来向他打招呼 实际上他在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发现奥吉虽然长相有缺陷 但他非常聪明并且十分有趣 所以真心的想交这个朋友 可是奥吉没有给他好脸色 他十分想挽回和奥吉的友谊 所以在课上主动要求和奥吉分到一个班 还因为一个同学在他面前说奥吉的坏话 毫不留情的打了对方 这也导致杰克不仅要停课两天 连他的奖学金也没了 之后杰克在游戏中邀请了奥吉 并向他真诚的道歉 与此同时 姐姐出演的话剧要开始了 妈妈却说自己没办法去看演出 母女俩因此大吵一架 姐姐觉得妈妈根本就不在乎自己 最后一家人决定都去支持姐姐 在看完话剧之后 妈妈才突然发觉自己这么多年确实因为儿子而忽略了女儿 而最初之所以会生下奥吉 还是因为姐姐说想要一个弟弟 妈妈十分的懊悔 母女俩的关系终于破冰 之后 奥吉做了一个倒影暗箱 这让他收获了更多的朋友 但还是有人被弟弟霸凌奥吉 结果就是那个学生被开名的校长退了学 不久学校举行了交游 奥吉和捷克出去散步 遇见了几个高年级的学生 幸好班上的几个同学来帮忙 两人才逃过一劫 到这里为止 奥吉终于被班上所有同学接受 最后到了毕业典礼 校长在典礼上表扬了奥吉 并为他颁发了奖章 奥吉是不幸的 一生下来就伴随各种疾病和丑陋的长相 但他又是如此幸运 因为他拥有从不放弃的家人 以及真心接受他的朋友 如果每个人在面对他人的不幸时 都能给予我们最大的尊重和包容 那世界将会更加美好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就关注点赞 转发留言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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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